青狼 黑 金老师 我有个秘密想告诉你 你一定不能说出去 什么秘密 其实 其实 黑衣就在我们家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以前的黑衣呀 是我爸爸 现在的黑衣 是我哥 你都看见了吗 当然了 我爸以前 从来不瞒我们的 只不过 我哥哥办黑衣的事情 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那天 莎莎姐也在 是她跟我说 千万不能说出去的 所以 你也一定要保密 你 金老师 你去哪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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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 有人在你的办公室里放了黑衣的牌子 泛泛之悲 不足为据 会长 这块令牌是谁一发出的追杀令 此人号称上海的枪王 我们好多个兄弟都死在他的枪下 知不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传说叫做后裔射日啊 学生听说过 你觉得一个发明了火药 却未能发明枪械和大炮的民族 真的能把太阳给射下来吗 保护会长 会长 哥 你怎么了 这是谁给你的 我说了是金老师给我的 阿玥 这张不是琴谱 不是琴谱 阿玥 你好好想想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会不会是拿错了 金老师给我琴谱那天 他说他要去找子颜姐 我不放心 就偷偷地跟着去了 后来在半路上 我摔了一跤 把琴谱弄丢了 最后在附近发现了这个 我以为是琴谱 就把他带回来了 那当时金老师人在哪 他就在附近啊 我差点迷了路 是他把我带回来的 继续担心 不要听 阿玥 你现在带着阿玥 马上离开这儿 没有我的消息 暂时不要回来 出什么事唐医生 什么都没问 阿玥 跟翘老爸姐姐走 去哪儿啊 那为什么要去 什么都不用拿 快走 快 轻狼 黑衣 你处心几率 在我家里这么长时间 是为什么 十六年前 是你的父亲杀死了我的父亲 除掉黑衣 是我能够活到今天的唯一动物 你认为十六年以后的今天 你能杀了黑衣 那就看看 我们今天谁可以活着离开吧 如果 如果你愿意 我们换个地方 明天上午八点 永胜仓口等你 我们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